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25岁的正妹严翠婷患有先天性全龙,从小在奇美医学中心接受左侧人工电子耳的植入手术,配合听觉训练,积极复健,获得近乎正常的语言,沟通,一路顺利成长,去年还从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毕业,她努力克服障碍,活出亮丽的自己。 严翠婷去年在接受右侧人工电子耳的植入手术,可迅速辨识声音的远近方向,在群体聊天时,沟通更轻松,她正准备老师与公务员的考试,学以致用,贡献自己的专业,也鼓励更多的听障朋友,不要放弃希望。 其美医学中心耳鼻喉部长林永松表示,民国78年,该愿意率先提供人工电子耳手术,服务及重度听力障碍的成年患者,81年又完成幼童人工电子耳的植入,迄今个案超过200例,2至78岁的都有。 84年,林永松首度在台湾医学年会上发表双测人工电子耳手术的成效,知识材料费用昂贵,早期这么做的全龙患者不多,去年政府是半建保姐夫,为有需要的人减轻庞大的医疗负担。 其美今天邀请颜翠婷先生说法,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。 颜翠婷出生就全龙,八个月大时,家人发现她听障,开始就医,并于两岁时,进行左侧人工电子耳的植入手术,通过服移语言治疗,直到高中毕业,一路努力复健。 颜翠婷说,直入单侧人工电子耳,在搭配助听辅具,沟通上较无问题,但个别对话轻松,在群体聊天时就显得吃力。 颜翠婷表示,接受双侧电子耳手术后,听到的声音品质比较细腻,唇声也有足够的立体感,在群体中聊天时更容易与他人沟通,先天障碍可透过后天努力来弥补。 希望类似患者能勇于面对这些挑战。 林永松指出,两侧都直入人工电子耳,患者可以获得立体音效的学习环境,以及更贴近正常的语言沟通能力,提升自信心,对生活工作更有助益。